行情走势扑朔迷离上窜下跳 到底比特币还有没有未来 Solana涨势强劲 这是妥妥的要逆袭以太坊的节奏 美国政府超过2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被盗了 现在的戏码就是看它怎么找回来 时间过得真快 BTV开播已经5年时间了 27号 29号我们都会进行周年庆直播 想要福利的话不要错过 愿频道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不断的创新 微软确实是个两面派 加入了各种加密货币联盟 却提议说不要投资比特币 着实是让人费解 出钱又出力 孙宇晨当选了Blockchain Life 2024年度最佳加密企业家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10月25号星期五 这里是Bitcoin TV中文频道Bitle何在 我们先来看由财资交融 无限可能的MFT冠名播出的 币圈24小时数据头条 在剧烈震荡之后 比特币的价格今天早上又再次跌破了6万8了 我们说过最近一段时间都会是震荡 洗盘吸筹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让投资者困惑的是 目前的行情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 其实很多投资者都只有一个二元论 熊或者是牛 好那我们干脆把当前这个走势呢 和过去的牛熊进行一个横向对比 经过七个月的横盘震荡 比特币上周是触及到了6万9 和三个月的前高7万3 仅仅差了6.8% 那如果按这个基准来衡量的话 那么这一次六个月的横盘下跌 它的严重程度接近什么呢 21年上升周期的回调 而并不是19年22年的大熊市 所以目前的行情是在为上升做准备 大盘震荡吸筹 然后其问回升 现在呢随着比特币价格重新回到 6万8千美元附近 市场又重新开始活跃了 我们来评估一下短期持有者的利润 有助于分析市场的情绪 我们来看图中这个红线代表的是 一到七天的短线持有者 它的平均成本大概是6万7500美元 此前呢因为价格回调 那么高点买入它的成本是高于现货价的 但现在呢价格在回升 当前这个群体的平均持币成本 已经低于现货价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持有者的 平均成本大约是6万3500美元附近 远远低于10月中旬的一个平均 比特币的价格 好处呢是说明市场情绪比较积极 有利于币价的上涨 坏处呢就是抛压 随时有可能会出现 我们再来看近期强势上涨的代币索拉纳 可以说索拉纳的上涨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虽然说比特币波动比较大 但是索拉纳凭借7天20%的涨幅 赢得了新一届以太坊的称号 随着索拉纳的火爆呢 币安平台上的索拉纳对以太坊的现货的交易队 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了 从11月1号以来又强势上涨了15% 现在出现了一个超买的一个信号 那这个交易队呢14号相对的强弱指标 RSI已经突破了70了 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最强的超买读数 尽管超买但是RSI通常我们是把它看作一个看跌信号 但是由于8月份的高点提供了相对比较牢靠的支撑 较长周期的超买趋势 我觉得是有利于币价进一步的推升的 好请你点赞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来帮你树立外卖3世界离赚钱最近的新闻 我们都知道加密货币的监管虽然说欧盟有了米卡了 但是我们还是得看美国 因为美元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硬通货 那最近几年呢美国政府在加密犯罪的打击上 可以说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就在前天美国政府和尼日利亚成立了一个双边的联络小组 那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打击加密货币犯罪的一个力度 那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刚刚发布了美国监管机构2023年的执法报告 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呢 过去的一年科技业和数字资产领域 是美国监管机构花利器花费精力最多的地方 那讽刺的是就在这个报告发布的时候 美国政府的加密货币钱包被盗了 就在今早 Arcum监测到了一起与美国政府关联钱包的黑客盗窃事件 被盗金额高达2000万美元 主要来自于2016年的BitPhoenix事件中 美国缴获的资金 此次事件中被盗的不仅有USDT和USDC 这两种最常见的稳定币 还包含大量以太币等多种加密货币 截至中午 黑客已经开始将这些稳定币转换成以太币 并先后转移至币安和两个新地址 据监控显示 此次被盗的美国政府钱包地址 结尾为C34C 好强大如美国政府的钱包都能够被盗 那现在就要看以技术和安全著称的美国政府 如何追回这些资产了 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什么样的工具 来把这些被盗资产追回来 如果追不回来 这确实是有点打脸的 所以在币圈再次请大家 安全无小事 如果你的资产超过一个比特币 请你有冷钱包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8号 选择今天来更新我们第一期的币链核在 经过五年的精心发展 币链核在已正式改名为BTV 目前已汇聚了超过50万忠实粉丝 跨足 微博 油管 推特等平台 服务了近2000会员用户 频道不断创作了超过800个 关于Web3的深度新闻和专题视频 举办了500场直播 进行了100场市场走势和大盘分析 同时参与了33场全球Web3大会采访 并在2024年开通越南语 日语 西班牙 韩语频道 接下来还会陆续开通泰语 土耳其语频道 敬请期待 9月26号星期四 这里是BTV中文频道 B联合在 我是Michael 在2019年的10月29号 我们频道上传了第一期的节目 那时候还很稚嫩 我记得还是在一个阁楼上面录的第一期节目 什么是区块链 当时疫情期间想着说反正也没地去 就把我这么多年来在Web3 在区块链 在挖矿 在比特币 在数字资产走过的弯路总结出来 告诉大家什么东西不能碰的 没想到是无心插流 我们频道到现在为止 有了接近40多万的一个订阅用户了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那今年的27 29号 我们会进行我们频道5周年的庆典直播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 有抽奖 有低价矿机的销售 还有各种各样的空头 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感受Web3的魅力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个简 祝BTV5周年生日快乐 5岁生日快乐 5周岁快乐 祝贺碧链合在5周年 能够坚持出新 能够把BTV做到现在这个量级 他不仅展示了全球视野 还注重于提供多元化的内容 覆盖了从科技金融到繁化的广泛领域 期待就是Michael和他的团队 能够在下一个五年有更多的精彩 四年过去了 很高兴看到Michael仍然在坚持 马上就是比特币白品出发56周年 也刚好是BitcoinTV5周年 那在这里能祝愿BTV发展越来越好 愿频道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不断的创新 五五分灯 五彩斑斓 物质登科 五十七昌 五福灵门 恭喜BTVB量和在频道创办5周年了 我们大家一起喜迎频道5周年庆 祝福BTV频道能够越来越好 今年BTV的五周年的狂欢庆典 会在10月27号晚8点的直播中开启 为一直陪伴BTV走到现在的朋友们 准备了很多的福利 几轮幸运抽奖送大礼 一波接一波 让大家惊喜拉满 挖掘机史无前例的尖叫优惠 让你以股折价就能拥有比特币 还有什么福利 我们10月27号晚8点不见不散 5年时间 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 想跟就跟 不定期更新 到每周更新 到现在为止 我们每天周一到周五 给大家提供15分钟 庄业的web3的资讯 我们已经坚持了三年的时间了 这过程走来当然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大的收获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们拥有了很多理解我们的理念 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在web3里面 来卷的粉丝朋友们 所以这个频道Bitcoin TV它的价值 我希望能够未来回馈给所有支持 这个频道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现在只有一种节目形态就是新闻 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专题 会有真人秀 会有影视 会有更多的深度调查 等等这些形态 今年我们打算落地7个语种的节目 这7个语种并不是用AI翻译过去的 而是在当地的主播 当地的运营团队来真真实实去落地的频道 像智语频道 韩语频道 越南语频道 西班牙语频道 泰国语频道 等等 我们有一个小目标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成亚洲和新兴市场 web2到web3的一个桥梁 一个流量入口 微软内部有人提案要购买比特币 股东提案说绝对不行 要论加密峰会哪加强 迪拜20多场峰会应该是第一 在RW领域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平台 叫Plum Network 最近呢这个平台就宣布要加入以太坊企业联盟了 这是个什么组织 这是由微软摩根大通这些大企业组成的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要开发加密货币的标准 什么叫标准 这个后面生意就非常多了 在我理解呢 就是这些大企业 咱们组成一个联盟 如果你要买以太坊现货 哎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买 所以法不责重对吧 大家抱团来进行决策 所以微软在这个里头的态度呢 对于加密货币相对来讲是比较开放的 但是在昨天呢 微软的股东提交了一个报告 就建议微软来评估 公司级别去投资比特币 这对于当下所有持有比特币的公司 股价都在涨 其实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提案 但随后呢 微软公开呼吁 股东们否决这个提案 表示根本没有必要 为什么会有这180度的态度转变呢 我们来看一下 据CoinDesk报道 微软董事会建议股东 为一份即将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的 比特币多元化评估提案 投反对票 在这份提案中 除了将比特币描述为 抵御通胀的绝佳选择外 还建议微软公开评估 并将至少1%的总资产 投资到比特币中 然而微软却并不认可这份提案 称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件事情 并觉得公开评估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不会考虑将资产 放到比特币的投资之中 那现在微软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明白了 就是我已经是传统行业科技行业的老大了 对吧 头部企业了 我为什么要去买这种 在他看来莫名其妙的资产呢 也有道理其实 但是我们梳理一下微软6年前 他的这个态度 他就表示过加密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价格不稳定 而且放弃把比特币作为公司的一种资产储备了 但是和他的这个言论相反的是呢 微软近几年又频繁的加入各种加密货币的联盟 所以我不能听他怎么说 得看他怎么做对吧 但在这里要奉劝微软一句 就像打败方便面的是快递行业一样 你怎么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呢 作为一个新的趋势 刚来临的时候 最先掌握它 最先翻身去了解它的 一定能够拿到最早的红利 最近一直在感慨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栏目不知不觉 开播已经5年时间了 大家知道吗 在5年前 区块链加密界的峰会少之又少 就算是有 也是圈内人自己的狂欢 如今大家看看Token2049 像这个比特币大会 都是人潮涌动 很多人开始去了解 这个新的投资赛道了 那论举办峰会哪家强 迪拜绝对是No.1 像最近呢 这个Blockchain Live 就在迪拜举行了 那我们频道呢 也受邀成为了这个会议的 一个媒体的协办方 那这个活动呢 作为迪拜最重要的五大活动之一呢 可以说吸引了全球的 区块的人才和投资者 我们来看一下 Blockchain Live 2024峰会 于10月22号至23号 在迪拜举行 吸引了来自140个国家的 8000多名参与者 包括顶尖企业创始人 行业领袖和众多新兴项目 加密货币交易所火币HTX 是峰会的独家冠名赞助商 亮相白金战区 孙宇晨在此次大会中 荣获年度最佳 加密企业家的奖项 火币成了绝对的 钻石级的赞助商 而且还给孙宇晨颁了很多奖 两个月全孙宇晨刚刚过了34岁的生日 但是围绕他的争议也很多 有人在让他敢为人先 有人批评他太过于张扬 但不管这些评价是包是贬 你会发现 每一次争议 每一个新闻头条 反而能够推升孙宇晨 在品牌上面更进一步 这点确实是无人能及 好来看看快报 据韩媒Adly报道 韩国副总统在华盛顿 举行的G20会议上宣布 将推进对跨境逃税和换汇等违法活动中 滥用的虚拟资产交易 进行事前监控 据Well Alert监测 USDC Treasury 北京时间 今日9点48分 于以太坊网络增发5000万枚USDC 山西省旅梁市文水县公安局 成功破获一起 涉及虚拟货币等新型诈骗案件 据平安旅梁公众号报道 该企投资理财加上门曲线换优骗局 涉及金额高达20万元人民币 安全区块链应用标准OpenZeppelin 以货以太坊基金会资助 官方表示 该笔增款可使用其能够添加模块化的 ERC4337实现 推进账户抽象 帮助开发人员 构建更安全的应用程序 和更灵活的智能钱包 联邦备案文件显示 埃隆·马斯克在2024年大选的最后几周 又为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选举 提供了5600万美元 这使得这位世界首富 为将其盟友提升到白宫和国会 而花费的资金达到至少1.32亿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金达订阅 辅 转发 打赏金达的 藤乳猜 感谢观看